1931年 军阀马洪奎在泰山意外发现一个西式国宝 经鉴定他居然是唐玄宗李农基 在泰山举行风扇大典时使用的预测 马洪奎对国宝预测爱不释手 那么唐玄宗的风扇预测为何如此珍贵 还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 风扇预测上的名文 是古代帝王跟上天的私密对话 也可以看左侍他们的许愿清单 通过对预测名文的解读 将呈现出唐玄宗李农基 泰山风扇史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军阀马洪奎得到这套 世所罕见的国宝预测后 他又将如何处置这个国宝呢 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揭秘 泰山预测起案 敬请关注第二集 国宝预测的前世今生 1931年春 军阀马洪奎决定在泰山附近的 浩里山修建一座烈士纪念碑 然而士兵在施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套 神秘而精美的预测 古董商人经过考证 推测这种罕见器物 只有身份尊贵的帝王进行祭祀史才会使用 而根据预测上的明文判断 它应该是李隆基的御用宝物 那么这位古董商的鉴定是否准确 通过对预测的进一步研究 又会有怎样的重大发现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在泰山浩里山的工地 发现了一套唐代的封闪预测 根据古董专家的鉴定 它应该是大唐开元皇帝李隆基 封闪泰山的预测起保 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必须要梦回大唐 去追溯一下这套预测的前世今生 公元725年 这一年是大唐的开元13年 从大唐东都到泰山的官道上 行进着一只人马 旗帜绚烂 一甲鲜明 而率领这只人马的人 正是大唐开元皇帝李隆基 李隆基带着这对大顿人马 要到泰山干什么呢 他要到泰山举行 即秦皇汉武汉光武唐高宗之后 历史上第五次由皇帝主导的 丰善大典 那唐宣宗为什么要到泰山丰善 这我们要从丰善的源起讲起 在上古中国人的观念中 君王统治天下 治理万民 至尊无比 至高无上 可是当时人认为 他们仍然是有领导的 他们的领导是谁呢 他们的领导有两位 一位是上天 一位是大典 因为古代的君王 自称是寿命于天 他的君权是由天神授予的 所以他自称为天子 上天也就变成他的直接领导 同时呢 他的国土是落出于大地之上的 接受大地的承载 所以大地呢 也变成了他的另一位上级 所以他某种意义上 君王也是大地之子 这样上天和大地 就成为古代君王的两位上级 等着这位君王 执掌天下 治理万民 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时候 比如说五谷丰登 四民和乐 天下的民众都获得了幸福安康 最后一种是祥瑞贫治 天上飞来了黄荣 飞来了凤凰 地上出现了麒麟 如果出现上述这些情况 这位君王就要向上天和大地 举行一种祭祀典礼 感谢天帝对他的护佑 同时呢 也向天帝陈述他治国的理念 施政的方针 不过这种神秘的典礼啊 可不是随便一个地方都能举行的 这个位置必须是上能连通天 下能截通地 古人认为在九天之上 还有一个天庭 在天庭之中 还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 他的名字叫太一 这个太就是太阳的太 古文字解释 这个太的意思是大中之大 那一呢 就是一二三的一 因为古人认为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一是天地最大的数 太和一连到一块 那就是天中最大之神 那这位天中最大之神 太一神 又住在天的什么地方呢 他并不住在天的正中 而是住在靠近东方的位置 所以古人就把他称作东皇太一 那古人呢 还有一个观念 古人认为 最能接近天的地方 就是高山 高山之上是可以通天的 既然东皇太一 是住在天的东方 那么最接近太一天庭的那个位置 就应该是屹立天东的那座高山 这座高山毫无学院念 就应该是东方的太山 所以古人认为 太山之上是可以连接天庭的 太山和天庭的距离有多近呢 太山上一个时刻就做了回答 太山极顶上有四个字 上面写的 气通地座 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 站到太山极顶之上 你口中喘的气啊 很快就能达到地座 太山与天地的位置 那真是近在咫尺啊 这是古人关于天的一个观念 大地也有一个中心 在大地的中心 也有一座地府 在地府之中 也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 热闻神的名字叫做地主 这个地主可不是斗地主的地主啊 它是大地之主的意思 那这位大地之主 他住在什么位置呢 他住的地方 名字叫做舍首 这两个字也大有讲究 舍就是社会的舍 在古文的含义中 舍就是土地的意思 至今还有个词汇 叫做舍祭 舍就是土地 祭呢 就是五谷 土地和粮食连到一块 就象征着一个政权 一个国家 一个王朝 所以后世有江山设计的说法 那这座舍首又在什么位置呢 古人认为 这座舍首 就是泰山脚下的一座小山 名字叫做舍首山 由于后人认为 舍首是地府的所在 人死之后要归于地府 那么舍首山 就被视为一个王回规矩的所在 王回规矩是坟墓 坟墓上往往长着薅草 所以射手山呢 后来又有一个别名 叫做薅里山 泰山之上可以连通天 泰山脚下的射手这些小山呢 又可以连通地 这样在古人的心目中 泰山上下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连通天地的神秘地点 古代帝王 对上天和大地的祭祀 就要在泰山上下来举行 这个祭典如何举行呢 它又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祭天的 泰山很高 已经离天的距离非常近了 古代的君王想 我在这厚厚的高高的泰山之上 再铺上一个厚厚的坛 那我登上这个坛 我的距离不是离上天 更加竭尽了吗 我在这个坛上的陈述 上天不是更快的就能听到吗 这个仪式 在泰山极顶上 筑坛一记天 就称作风 至今泰山玉皇顶上 还有一块巨大的石碑 写着四个字 古登峰台 传说 这就是古代君王 登山而峰的那个台 也就台的遗址所在 这里是泰山的玉皇顶 它也是泰山的最高点 传说古代皇帝来到泰山 都要在这里筑台祭天 举行丰天仪式 那么古登峰台 究竟在什么位置 周老师带我们去实地 考察了一番 现在我们是在玉皇顶的院内 在这个玉皇顶院 有一个石碑 写着古登峰台 传说古代帝王 他们举行丰山大典的时候 丰天的典礼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举行 从秦汉到唐代 这个地方就成为古代帝王 举行丰天典礼的 一个重要的场所 所以古登峰台这个碑 就是因此而立 那么古代帝王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 举行祭天的典礼呢 因为这里是泰山极顶 在古人的心目中 这是最为接近天的地方 所以这个位置 就成为古代帝王 举行祭天大典的 一个神秘位置 古代皇帝在泰山极顶 举行丰天仪式 那么祭祀大帝的 善地仪式又在哪举行呢 周老师告诉我们 古代帝王举行善地仪式 也有一个专门的地点 那就是在泰山脚下的 豪里山 也叫射手山 因为在中国古人观念中 豪里山也叫射手山 是天下地府的中心 这个地方是大地最高的主宰者 地主的一个统治区 所以豪里山下面呢 就是传说中的地府 在豪里山祭地 是古代君王最理想的选择 那么这个祭地仪式 又是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大地很厚 古代的君王想 我在厚厚的大地之上 再柱上一个厚厚的坛 那么我登上这个坛 我向大地的陈述 大地地主神 不是也能更快地听到吗 第二个仪式 就是在泰山脚下的射手 这些小山之上 筑坛一记地 这个仪式就称作善 合起来就是风善 这就是历史上 风善大典的由来 传说在先秦时代 就有72位君王 曾经到泰山 举行过风天善地的大地 不过这只是个传说 真正把风善 从传说推向真实政治舞台的 那就是被称作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 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率领了他的文武百官 从首都咸阳来到泰山 在泰山举行了第一次 由皇帝主导的风善大典 从此开启了泰山风善的序幕 后世帝王 凡是取得文治武功的那些皇帝 像汉武帝 汉光武帝 唐高宗 唐玄宗 宋真宗 加上秦始皇一共六位帝王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 登上泰山举顶 举行封天善地的国家大典 也由此把泰山一举推向了 五月独尊的神圣地位 泰山可以连通天地 它是古代帝王心目中的最佳风善地点 那么风善预测在风善大典中 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古代帝王为什么要将预测深埋地下 密不适人 预测上面记录了 他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泰山文化学者周颖 继续为您讲述 泰山预测起案第二集 国宝预测的前世今生 讲到这呢 我们要讲一个风善的细节了 古代君王向天和地 他要陈述 他的奏报是如何递达的呢 他的奏报是要刻在一个神秘的物体之上 这个物体就是玉石 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 玉是可以通灵的 所以古代君王向天和地的奏报 就要用玉石来捐刻 他的形式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呢 刻在一个整体的玉片之上 这种呢叫做玉碟 碟就是最后通碟的那个碟 如果一个玉片刻不上 怎么办呢 那也不要紧 他就刻成若干长的玉条 然后把这玉条刻好之后 再用金丝把它串联在一块 这种形式叫做玉册 就是书册的那一个册 等着玉碟或玉册刻好之后 要把它封装在金箱 有的书中说是玉箱 封装好之后 再用一个巨大的石箱 把它封固 然后呢 等着皇帝封扇结束之后 像这个巨大的石箱 埋之在封扇坛中 封坛或者扇坛之中 如此才算完成封扇的全部仪式 这种金函预测的封扇制度 是从什么时代开始 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录 传说秦始皇的封扇预测 就埋在泰山极顶的无字碑下 这就是著名的无字碑 关于无字碑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有的说它是秦始皇所立 有的说是汉武帝所立 现在历史上没有定论 但是传说在无字碑的碑底之下 埋藏着古代帝王的封扇预测 传说等着雨过天晴之后 在无字碑上金光四射 能把预测的文字显示出来 关于无字碑的种种传说 让它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有的人甚至想挖开无字碑 一探究竟 但都没能成功 到了明朝 有个山东巡抚 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 就命令他的手下 把无字碑挖开 看看底下究竟埋藏的 什么样的宝物 可是士兵们刚刚掘土动工 天上忽然乌云遍布 紧接着大雨倾盆 电闪雷鸣 士兵们撕散奔逃 这时候呢 这个无字碑的发觉 只好告吹 人们认为啊 无字碑底下的神物 是由神灵相护的 无字碑旁边 至今还立着一个诗碑 刻着明朝镇的诗 上面写着 莽荡天风万里吹 欲寒金简至金仪 就是叙述的这段故事 传说如果你登上泰山 看到前代帝王遗存的风扇 预测的话 你看到的前两个字 就会是你人生的一个预言 相传汉武帝登上泰山的时候 就有幸看到了前代帝王的 一块风扇预测 汉武帝呢 把预测拎到手中 打眼一看 就看到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十八 这两个字啊 可太不吉利了 按照迷信的观念 他就预测汉武帝 只能活上十八 可是汉武帝这么不幸 他又有大幸 怎么大幸呢 他把预测拿到了 于是十八就变成了八十 我最早看这记录的时候啊 有一位 十字可能看到 但八字怎么会看到呢 后来请教古文字学的专家 他们告诉我 在小传中 这个八的写法 上下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正看反看 都是一个字形 只有这样 汉武帝才会把十八 看成了八十 果然传说 汉武帝后来活老八十岁 这就是古人 关于预测的 一个神秘的传说 从秦始皇到宋真宗 先后有六位皇帝 来到泰山封上 每位皇帝都会向天帝 宣誓预测上 捐客的名文 那么这些预测上面 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古代帝王最想让上天 帮他实现什么愿望啊 现在我们再把视野 回到公元七百二十五年的 那个场景 唐玄宗正率领着文武百官 浩浩荡荡来到泰山 这个时代是开元十三年 正是大唐王朝的巅峰时代 国力强盛无与伦比 正因为国力的强盛 也让唐玄宗的风扇 充满了无比的自信 他的自信就体现在 预测的撰写中 当唐玄宗为风扇 而准备预测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 就是历代帝王的 风扇预测文字 没有一件流传 他想找一个参考 都很难找到 他就问风扇的总策划官 此人叫贺之章 他就向贺之章了解情况 贺之章的奏报呢 是这样的 他说历代帝王的预测文书 是帝王与天地的一个私密对话 有的帝王向上天和大帝 祈祷自己身体强壮 有的呢 则期望自己长生不老 有的愿望更过分了 希望上天能让他成仙 由于这些愿望 都是皇帝与天地的私密对话 是绝对不允许陈属知道的 所以这个预测文字 就永远封固在金寒预测 埋藏在泰山脚下 没有人能知道 正因为这个原因 历代帝王的风扇文书 没有一件流传于事 贺之章这个解释是否准确呢 2001年 中国的考古队 在西安魏阳宫遗址上 发现了一个玉片 经过鉴定 它是新朝皇帝王莽的风扇御爹 在这个玉片上 就刻着如下的文字 长壮不老 心诗昌 也就是说 王莽向天地祈祷的 不仅有新朝的永远昌盛 而且他自己呢 也能长壮不老 长命百岁 永远不老 这就证实了当年贺之章的推测 由此可见 风扇御策就是皇帝的许愿清单 皇帝把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包括个人的私密欲求 都写在上面 祈求上天帮他实现 那么唐玄宗在风扇御策上 写了些什么 他想让上天帮助他实现 哪些愿望呢 泰山文化学者周莹 继续为您讲述 泰山预测起案第二集 国宝预测的前世今生 唐玄宗听了贺之章的解释 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他感慨什么 他说我这次风扇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大唐祈祷昌盛 为万民祈祷安康 我李隆基个人 并没有私人任何的欲求 我的预测文 我向天帝的陈述 是完全可以公示于天下的 于是带着这种自信 李隆基撰写了他志在泰山 封天善地的预测 大唐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某日 赐天子陈李隆基 因为他是继承皇位的 所以称为赐天子 因为他是对上天和大地的陈述 他是天帝的臣子 所以自称为臣 下面就他署名隆基 陈隆基继承皇位之后 心中充满了忐忑 治理国家兢兢业业 不敢稍有懈怠 承蒙天帝的护佑 承蒙天帝的恩赐 终于让大唐恢复了太平 恢复了安康 取得到昌盛 所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 带着祭品来到泰山 向天帝表示我内心的感谢 这就是李隆基在预测文中 苏写的内容 这个预测共制作两份 一份是祭天的 另一份则是祭地的 大唐开元十三年的十一月十日 李隆基在泰山极顶上举行了风的仪式 埋上了风天的预测 第二天 十月十一日 又在泰山脚下的射手山 也就是昊里山 举行了善地仪式 同时埋下了善地的预测 与此同时 他的预测文向天下做了公示 这道预测文啊 不仅当时传遍了全国 甚至传到了国外 日本又为环武天皇 他写祭天文字的时候 就基本上沿用了唐宣宗的风扇预测文字 可见这个预测文字影响至深远 唐宣宗一改风扇文书 秘而不宣的历史传统 此举被后世传为佳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唐玄宗风扇预测 竟然在千年之后重现人间 最早起货这套西式珍宝的 正是军阀马洪魁的部下 马洪魁得到这套预测后 狂喜不宜 他秘密邀请古董商人建宝 想知道这套宝贝究竟价值几何 那么古董商人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呢 马洪魁接下来又会如何安置 这一件宝贝 这段泰山风扇预测的历史 也就是当年在泰安十五陆军总指挥部 那一位古董商人向马洪魁介绍的预测来历 马洪魁听到这番介绍心中充满了喜悦 当即向古董商人发问 这个预测价值几何 古董商人的回答是四个字 无价之宝 马洪魁听了非常高兴 于是重金筹泄了这位为他建宝的古董商人 但是这重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啊 就是说绝对不要对外界泄露在泰山挖掘预测的消息 古董商人做了承诺 带着筹泄的重金回北平去了 马洪魁就同时向马家军下了一道军令 有感向外泄露预测出土消息者 军法从事 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北平晨报就发出了一个重磅新闻 泰山脚下出土了唐明皇的风扇预测 一时激起千层浪 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甚至这个消息还传到了日本 这样各种电报各种信函 像雪片一样就飞到了泰安 飞到了15陆军总指挥部 那么这套风扇预测的下落究竟会如何 它最终会流落何方呢 这些内容我们明天继续讲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国宝一出举国震惊 然而预测却突然人间消失 不知所踪了 令人震惊的是 四十年后的1971年 国宝预测再度现身 但地点却是在台湾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又是谁将它带到台湾 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 泰山预测奇案 第三集军阀藏宝案中案 好麻烦 的是下集中并遇与 会认为这条游牌